HELLO 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The Tenants 繼續來蓋房,當房東,當包租婆 至少希望能夠成為包租婆 好,目前我們錢還不夠來 剪洞的房子啊,所以還不能出租 所以我們說要先解任務,然後來賺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現在有什麼任務呢? 第一個是蓋衛浴的 然後第二個也是衛浴的 怎麼都是衛浴的 三個都是衛浴的耶 真的耶 好,看一下我們來接哪個 每個的報酬都不太一樣 最後這個的預算是4200 這個呢4150 好,我們選錢最高的好了 他說我找個人在我的房子做新的浴室啊 他的要求是建造新的浴室,預算4200 然後他的第一印象是地板 所以地板幫我選好看一點的 然後再來他的家具沒那麼重要 這樣子啊 好,我們接受囉 我們看一下我們幫哪邊來蓋房子呢 在這裡是嗎? 欸,他的家其實原本就還蠻有看的耶 有這個我們會喜歡的植物 好,來吧,開始裝修 好,來囉 在這一間 我們看一下他要什麼東西 太好了,他偏好家具 併挖石植物啊 跟我非常合得來 我們先來幫他鋪地板好了 然後他的第一印象最重要的是地板 是地板幫我選高級一點的 這個個不高級,精美陶瓷 這樣如何,超美的 然後再來長壁他 棕色或者紅色 又是紅色啊 他們怎麼這麼帥紅色 這個嗎?這好看嗎? 又變成法式風情了嗎?是這樣嗎? 我看一下 有點比較適合的 我覺得顏色不錯耶 可是感覺有點像春風情 我比較偏好比較 就是現代風格啊 如果你們等我的話就知道了 好吧 我們要來一個 紅配黑了 因為這個是要偏好顏色啊 沒有辦法 然後我想說我們地板已經很複雜了 所以長壁我們盡量不要太複雜好了 這樣子 然後再來他要一個浴缸 或者淋浴間 浴缸 他的預算有四千 我等一下 我們已經花掉了 等一下 喔沒有我看錯了 我們還剩三千五啊 下我一套 我以為是我們塗個長壁跟地板就花掉三千五 嚇死我了 原來不是 原來是我們花完之後 還剩下三千五 所以我們塗長壁跟地板花了 610啊 還是很貴 是嗎? 沒有關係 好我們來一個浴缸 或者淋浴間 這個房間 這麼有格調 給他來個浴缸好了 我想來一個比較 我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風格 我覺得有點 有點不是那麼現代風欸 可是我還是敢搭個比較現代風格的浴缸好了 然後再來雖然說他沒有需要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放個淋浴間 如果沒想的話 我們先暫時放著 如果說等一下錢不夠 或者很擠的話 再把它賣掉 好然後再來他要一個 洗臉盆 要哪一款 哇這個還不錯 感覺蠻高級的 呵 我想要不要放個鏡子 雖然說他沒有需要 看一下有沒有鏡子 還是沒有鏡子 我們也有這種鏡子 勉強用一下 然後再來他需要馬桶 馬桶用哪一款 這個嗎 還叫這個 這感覺還不錯欸 跟他地板蠻搭的 然後他需要衛生紙 呵呵 放在這裡 我先暫時放一下 等一下再調位子 我們錢快沒了 我們先788 我真覺得就是蓋這個浴室 比上次不是臥室好困窘 怎麼會這個樣子 讓馬桶刷 都沒錢了 好刷馬桶 好啦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 這個好了 看起來比較有格調一點 喔必要道具都買完了 你可以買一點偏好道具 壁瓜絲植物 還有掛鐘 壁瓜絲植物 這一種嗎 還叫這一種 哪個好看 看一下 可以放個在門口 這個好了 壁瓜絲植物 放在浴缸旁邊 開場要時鐘對吧 這個怎麼樣 這個掛鐘 我們還剩五百塊 我來調整位子喔 我剛剛之前把道具買起來 來確保錢足夠 我們浴缸用這樣子好了 然後這個 壁瓜絲的這個移布來一點 其實我感覺我們的錢 還購買點裝飾品耶 我們好像六百塊耶 所以我們可以開上 好險的植物好看的 夠不夠多植物 開心嗎 然後這邊再來一顆 開心嗎 這顆下來一點好了 有點上下交錯的流動感啊 是不是 自己說 然後幫我們來個地毯好了 我們還有快五百塊 這地毯給大一點嗎 這塊東西可以放大縮小就好了 好吧 就是要移一下喔 我把衛生紙放在旁邊這裡好了 因為通常是放在右手邊比較順一點 通常啦 因為通常都右眼子嘛 始終放這裡也可以 這樣泡澡的時候可以看時間 知道自己泡多久 不要泡太熟啊 對心臟不好 然後這樣啦 我看一下喔 這邊放點小東西好了 有沒有我最愛的小蠟燭 有 放這裡 然後他喜歡植物對吧 再幫他買一坨植物 這個怎麼樣 有點大 沒關係 幹住我們還有錢買一個小東西耶 買一個 這個 這樣子 我們還有299耶 可是感覺錢是不要花完啊 幫他留點錢 其實我覺得有點暗啊 可是他馬上不太需要燈耶 因為沒有什麼燈的相關道具 對啊 只有這種感覺很像裝飾品的 因為他的蠟燭也不會發光 只有這種燈 這不是很適合放廁所吧 所以算了 好吧 我看一下 我們這個 微雨 目前怎麼樣 裝飾100% 好像可以囉 要招呼任務了嗎 要來嗎 好來吧 我們招呼任務了 喔 金江刺金 怎麼樣 美女喜歡嗎 這掛中 嗯 喔不錯不錯 看來他喜歡啊 上廁所要計時的 馬桶上也不能坐太久啊 對我們的那個 下面肌肉不太好 這個植物太喜歡的喔 淋浴間普通 為什麼不喜歡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喔 有點現代風格 這麼多植物應該開心吧 怎麼感覺他沒有很開心 好像只有一點點開心 怎麼樣 怎麼樣 我們評分怎麼樣 期待期待看一下 哇 偏好家具5顆星 地板5顆星 太好了 牆壁3顆星 裝飾5顆星 低音像4顆星耶 還不錯 喔 這個是我們上次布置的 臥室耶 那臥室拿到5顆星耶 真假的 我上次還沒有特別注意 他要的低音像是什麼 主線拿到5顆星耶 太棒了吧 那我們好像 嗯 還不夠錢 還不夠錢 還不夠錢裝暖器啊 好我們再來接個任務喔 喔 一樣是裝潢浴室的耶 我還有為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一樣要選 錢最多的好了 不過 這個說他要 越便宜越好啊 建造新的浴室 預算2650 如果你在4天內完成工作 會支付額外的金錢 他的低音像是家具 這就是最重要的是 不要買他需要家具 其他都不重要 沒那麼重要的場地 好來吧 我幫你 不用4天 給我10分鐘 好在哪裡 在這裡 欸他這樣還蠻美的啊 哇 他的鮭魚感覺還蠻秀尖的 這個叫做寬大的 現代風格房子 好來吧 我們開始裝修他的 衛浴 我們一樣下來鋪地板跟長壁 那我想布置跟上次不太一樣風格的 我們來個 來個 藍色的嗎 這樣子 然後長壁 他要藍色或紅色的剛剛好 問這款如何 乾淨風格的 哼 布置布藥風格我覺得比較好玩 再來他要淋浴間 淋浴間他要越便宜越好嘛對吧 給他這個嗎 夠不夠便宜 我們給他這個好了 他這個格局其實有點不太好耶 所以說一定要擋住窗戶 會幫他無法使用啦 有點可惜 馬桶 他也是要越便宜越好嗎 所以我幫他選這個好了 這看起來其實還OK對吧 不是說很糟糕的感覺 而且相對來說不會太貴啊 馬桶放在 胖方這裡 再來他要衛生紙 所以他連洗手都不需要了 我們要幫他放去選衛生紙 這個家的主人可能是左撇子啊 都買完了 他的必要道具都買完了 雖然說他沒有要洗手台 可是我們還是幫他買個洗手台好了 我覺得他可能需要 幫他買個最便宜的 好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幫他買個鏡子 因為這個洗手台比較高 所以上面無法放鏡子 會擋住 怎麼辦 好算了不要鏡子了 因為他這個位置其實也不太夠放大的洗臉盆 有點急啊 如果放這種的 雖然說我們可以這樣擺啦 可是真的是還蠻急的 對啊 好吧先不要好了 反正他也沒有需要嘛 那還要掛鐘跟下衣架 所以我們幫他買個下衣架 買這種的嗎 我母隻超大的天啊 買這個折疊起來好了 比較不佳位子 放在窗戶旁邊 然後再來他喜歡 掛鐘 這些人上廁所都喜歡看時間啊 他的生活也這麼幹啊 生活很忙碌啊 好不好放在馬桶前面 讓他看得很清楚 然後再來他 要越便宜越好嘛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花太多錢 這樣就好了 可是 我還是想幫他買一盆植物啊 不要怪我拜託 我買個最便宜的就好了 25塊 這樣怎麼樣 好就這樣子 因為我記得他不要任何裝飾嗎 欸裝飾90%耶 要不然我們弄100%好了 雖然說他越便宜越好 可是他應該還希望可以好看一點吧 是吧 我們幫他買個沙馬桶的好了 雖然說他要很便宜 可是應該還是需要沙馬桶吧 這樣怎麼樣 這樣算裝飾嗎 我按錯了我沒有看到 我剛來不及看到 我們的裝飾多少 好沒關係 怎麼樣喜歡嗎 這個馬桶 還不喜歡真假的 欸是你說越便宜越好的 所以我才買很便宜的 可是他居然不喜歡 真是的 玩這樣的要求做的 普通而已 天啊 客人 妙條啊 如何 我們解鎖新的東西咯 解鎖新的廚房櫃檯啊 太棒了 我突然發現我們可以拉這麼遠看 可以看整個城市地圖 這什麼東西 麥當勞嗎 感覺像什麼素食店 啊 酷耶 超可愛的 可以這樣看整個城市 那我們前 喔我們前過裝修暖氣了 太好了 來吧 回到我們溫暖家 然後來安裝暖氣 怎麼樣 暖氣裝好了嗎 我們可以開始出租我們房子了嗎 開始當包租婆了嗎 成功 嗚 好久不見了 伯伯 他說先說要把這地方打掃整理一下 讓我進去裡面 開始處理 你知道要做些什麼 對了 我還幫你準備一個驚喜 什麼驚喜 開始打掃整理 儲牆室解鎖了 好 現在可以把成功的修理的物品放在你的阿伯 找到的新的光亮的儲牆室中 繞口令啊 一次修場的物品 可以以後使用裝修模式放在任何房子裡 所以我們可以儲存我們修理的家具 應該這樣吧 好那我們都修理好了 都不要丟掉了 因為我們可以放下來儲存啊 阿伯你好厲害啊 石像拳欸 會打掃會修東西 把我們全部修理喔 不要浪費東西 資源可貴啊 把這一坨清一下 麻煩你了 其實我們不能自己清嗎 一定要叫阿伯清嗎 這樣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不錯 現在終於可以開始裝修你的阿姨財產的最後階段啦 太棒了 我們有6000塊的預算啊 改造工具解鎖 是搖滾的時間 準備好嗎 是搖滾的時間 It's time to rock 這個反應 你剛剛獲得使用建造及拆掉場地的工具的權利耶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真正的蓋房子了 可以弄場地了 我們接鎖了新的裝修工具叫做改造 我們試試看 首先拆掉一張內壁 拆掉 喔這樣子拆除阿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試著建造 喔是這樣子阿原來如此 所以它是一個個場地這樣去放的 所以看來它是不能放斜的 只能放直的或橫的 那我們就放在 放哪裏 放這樣好了 這樣如何 有個玄關的感覺 不錯輪到門了 門只能安裝在已經存在的場地內 你試一下你是否可以做到 可以的 為何不行 門 這樣嗎 拱門 好那麼先為布置下的房子 他說房子必須要有的是 座位有了 冰箱還沒有 然後暖氣有了 電氣盒都有了 然後還需要床跟馬桶 我們布置好就給出租了 我們先把它介紹一下好了 先放過來這裡 然後這個 這個我要嗎 它不是我的藏庫嗎 藏庫在哪裡阿 好我打開儲牆室了 可是我不太確定要怎麼把它放到儲牆室裡面阿 所以先算了 其實我們牆壁種類目前還蠻小的 只有這些而已 沒有太多選擇阿 真的好看嗎 還好 有點現代風格 把臉機變得白色好了 先乾淨一點 然後這邊長這樣子嗎 暫時 其他先用白色喔 然後再來這個沙發阿 好看嗎 不要好賣掉好了 這個留著 放這裡 然後我想像我們的臥室要隔開嗎 我們是來放一個迷你廚房在入口 我想用比較現代風格的 所以我們用這一款好了 可惜它沒有別的顏色可以選阿 然後來一個角落的 轉角櫃台 這樣子 要不要來個冰箱 放這裡 然後來個爐台嗎 這一款多少 99 唉東西好貴阿 這窗戶可以換位子嗎 還沒想要調檢窗戶位子 可是看來目前好像還不能去調檢窗戶位子阿 對還不行 好吧 我們暫時這樣放好了 放在這裡 這樣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廚房的 牆壁上有換個顏色嗎 來個瓷磚如何 這樣好看嗎 我覺得還不錯 還有其他地方也用白色 先簡單乾淨就好了 先大概布置一下讓我們可以出租 要來個白油煙機嗎 我們位子快要上好邊這個樣子 然後來個微波爐 超高級的這個 這個房子超高級的阿 天阿 這樣 我們只剩1600耶等一下 我們還說要買船阿 我的船跟衛浴都沒有 買一款這個 這個放在 可以放這裡嗎 有點擠 位子不夠 就墊上一道門口好了 放這裡 然後這裡可以當衛浴 迷你衛浴 好吧 雖然說不是很理想 可是我們廁所 先暫時 用在這裡好了 把它隔起來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這個形狀就很不理想 可是沒辦法 然後刷個門 它才能進去 對吧 門我們直接放拱門嗎 真假的 欸好像是耶 我竟然沒有別的選項了 我覺得錢不夠了嗎 我突然覺得 肯定用廚房家具 用得太高級了 所以導致其他地方 錢有點不夠啊 可是至少 我們該有東西都有了 對吧 可以出租了 有 喔沒有座位 等一下 座位是必要道具啊 哼 它就做解是吧 我們先83元 幫買高級的小小椅子 放在這裡 這樣可以了 雖然說我們還沒有鋪地板 好不然這樣子好了 太耀煙機不要了 然後第一把我們鋪兩片木頭地板就沒錢了 天啊 超困獸的 難道我們要賣掉我們的高級 高級的那個 琉璃台了嗎 欸其實賣掉超虧錢的耶 我們當初買中一個是249耶 賣掉限 83元耶 變成三分之一的價格 天啊 我們才剛買而已 賣掉就要虧錢了 我以為可以原價賣出了 看是不是想太多了 好吧算了 那就這樣吧 我們試一下好了 看一下 有沒有人願意 願意來出租的房子呢 試試看 太好了 我們場所可以準備好出租啦 從可選的行動單 選擇開放日 並開啟它 開放日當中 對租房感興趣的人 會過來看你提供房子 喔它竟然還有出租模式耶 我們可以出租整個公寓套房 或者分租房間 也太細了吧 然後行銷服務減假的 第一次廣告是免費的 那我們可以選最貴的嗎 喔不行 我們可以發傳單 或者是辦活動 目前沒得選啊 開始吧 喔喔喔 怎麼樣我們進來了嗎 看來是我們第一個潛在的訪客啊 按一下他 與他試著寫相出有利的出租條件 記得訪客越喜歡提供大的房子 他們會願意付更高的錢 什麼意思 怎麼樣美女 喜歡嗎 喜歡我們的高級廚房嗎 喔她喜歡耶 果然吧 看吧 廚房用高級點是對的 雖然說我們地板非常的藝術氣息啊 只有局部擺放 或不是這叫做技術性擺放啊 看風水擺的這個地板 怎麼樣 穿喜歡嗎 我們可以點他 我可以檢查背景也真假的 檢查以前的租房歷史 獎價 我們先讓他逛一下好了 他是素食餐廳的員工 薪水七萬九 哇 然後再來年齡二十六歲 還有email 房子評分 好 哇 怎麼樣 被我們高級的廚房正式到了吧 進到廁所裡 哇 下一套怎麼這麼險囉 什麼 開心嗎 開心嗎 怎麼樣 來看我們的遺憾 欸還不錯吧 哇 我們講一下看看 房子評分 喔還不錯喔 出租期間三十天 一個月兩個月或三個月 我們的成本是一千塊 然後住金多少 這樣還願意嗎 四千塊 最高金額 我試試看好了 協商 怎麼樣 我他有兩千八喔 四千啊 四千五好了 四四八零好了 怎麼樣 給你少二十塊 如何 呵呵 今天還有獎價機制啊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欸 好啦 給你低一點 要不然我們 我們來一個 四零八零 怎麼樣 如何呢 三一四五 呵呵 好來一個 這樣一點點 來一個三八八零 三八八零 這樣子 最底價了 美女 哇 他加三十五元真炸的 最底價啦 美女 欸我們不能巧了耶 不能停出新的提議了 怎麼辦 要租給他嗎 三一八零 好吧 我們利瑞有兩千吧 結束吧 我們第一個房客 太好了 我剛突然那麼驚嚇我一跳 我房客叫做什麼 看一下 房客叫做Cindy啊 嘿Cindy 精英合同是別置的任務 他將帶你參觀 Wondersville 跟豪華的房產建築 其中包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一系列獨一無二物品 除非你喜歡耍花招的 決定拿走一些這些物品 所以我們可以偷走他們的東西 真假的 方法是將他們 停在到你的儲牆室中 你有有限時間接這隻任務 因此如果你想要嘗試刺激的體驗 就需要很快的行動 還可以偷東西 真的假的 我們與我們的住房合同 而密接 使我 怡然自得 興高采烈 從此以後 你可以用這個電話號碼 與我聯絡 祝好 好祝你好 Cindy French 我們可以回覆他嗎 好看還不行 他在幹嘛 偷看一下 在床上玩手機 不要吃東西 不要床上吃東西 不要弄髒我們的床鋪 好沒有啦 都已經租給他了 我們就不要偷窺人家 好嗎 等一下有蟑螂 今天咋的 太噁心了吧 欸 欸 蟑螂 我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處理 天啊 蟑螂也太大隻了吧 跟他同樣大欸 好那這個蟑螂 我們下次再來處理好了 我們今天是往這裡 我們拉遠一點好了 這個不太舒服 我沒有想到他還有蟑螂欸 太好笑了吧 旁邊這裡是平民庫嗎 對 那我們今天成功的出租我們第一個房子 太開心了 真的蠻好玩的 那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之後可以收到風機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下見 掰掰